7月份呢 而且虽然我们试团了我们的这些经验 那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就是 就是一生之想有一个伴侣 那可能他们也有所在同一个 就是线任的这个伴侣的身上 我是只是说 好像有一些事情呢 或者有一些关系 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直在这里发生 而且在重复地发生 那我们再看一下说 怎么样可以临到一下这些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恨待的幸福 这些关系的关系 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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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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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想要继续我接到的关系 就是我想要继续的跟他在一起 那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是不是有个人呢 就是因为想通而要各自 这些关系的关系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那我们知道怎么说面对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怎么说面对的时候 我认识过去的关系好 或者是现在关系好 那我们都知道可以怎么样去 那在关系里面 我们知道 这个比较会让我们感到难过的 或者是相信一些经验 比如说被判啊 或者是说被欺骗啊 或者是被虐待 虐待可以是身体性的 也可以是语言性的 那这些这些就是过去的这些关系呢 它会让我们会感觉到很无奈啊 有一些人可能是觉得很气愤很焦虑的 尤其说刚刚我们提到啊 因为上回有一位就是听众朋友 他有就是说到说 就是关于背叛这件事情 或者是欺骗这件事情 就是先生有关于 那当时是有关于的时候 他一个没有残忍啊 又开始一些欺骗 然后你又感觉到是有背叛啊 因为有些人 虽然是有可能没有成员 可能有时候透过FB啦 现在的媒体非常的资讯非常发达 也可能是 甚至是因为 就发现有些曖昧 对 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的 或者有一些朋友说 哎我看到你的先生跟现在一起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太太啦 其实我们现在主任来说 就是无论是什么性别都好 那可能因为在过去我们的社会里面 比较多的先生是先生的外遇 所以我们就多提这一方面的 那我们要去看待的是说 哎有时候就是 遇到问这样子的问题 太太来的时候啊 他们有一些就会想到说 我要离开她 就很直接斩断 就是我要离开 但我要怎么样离开 那有一些的是 我想要做一些改变 看看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的 那有一些就是 那有一些就是 我们知道一些怎么办 就是很焦虑很紧张的 那 这个时候啊 其实最重要的是 有时候我们说 放下一个关系 有时候我们说 放下一个关系 其实跟放下感觉和感受 这个东西它是有息息相关的 那你会发现到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 他们会来跟你诉苦 啊 诉苦跟你说 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很希望得到的一种 就是 爱的支持 爱的陪伴 所以其实爱的支持 爱的陪伴 对他来说 就是他强而有力的一个力量 让他去面对他现在的困境的 但很多时候当 就是我们遇到某一个人 可能来跟我们说 他现在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回应 和得到的结果就是 哎呀 你不要这么负面啊 你不要想这么的多 或者是说 其实你比起某某某某人 你已经很幸福了 或者跟你说 哎呀 这些是小事啦 你看看他对你的好啊 或者是 你看看一下 其实他也会 就是还是给你钱啊 或者是他还是 就是爱你的孩子啊 就是 就是这种种的这些回应啊 其实都会让我 嗯 就是 这个 在面临这个 暗主啊 这个暗主他感受到的 好像 他此刻的感受 并不重要 他需要往外去看一些 或者去了解别人的感受 其实 在